第十四章第十四節 我有觀看見有一片白雲 雲上坐著一位好象人子 頭上戴著金冠棉 手裡拿著快簾刀 接下來我們要用一個月的時間 會以這一段經文組的骨幹 我所說的這一段 其實是由第十四節至二十節的骨幹 跟大家去分析 究竟啟述第十四章在結束的時候 他想說什麼 其實說到這裡 我自己也很榮幸 能夠有機會跟大家去解說 啟示錄第十四章的這個段落 為什麼呢 因為當一路解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其實我們是在一個幾大恩殿下 即是我們能夠理解啟述真是 無誤底下理解神原意 想說關於啟述時代要發生的事情 很簡單 因為事實上很多聖經裡 沒辦法解得明白的事件 是真的要發生的時候才知道的 就好像在過去自從紀律教出現了五百年裡 適經間根本對於很多的經文 都是有少少專作附會的 即是他這裡這樣解 全本聖經其他地方都是這樣解 但是就算有些地方 其實是違反原意 都被迫著要這樣解 但是你要看到有很多的經文 譬如好像水變血 竟然這些災難會在我們這個時候開始出現 我們看到地上會出現煙柱這些現象 到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那個原來不是靈異 而是實質上一個啟述專利的災難 同樣一樣我們現在所說的 由第十四節開始 這個快簾刀的修割 就可以說是一個專利 在聖經裡最後記載 神是怎樣看最後這段時段發生的事情 譬如好像在第十五節 它又是以廉刀做一個主題 第十五節又有一位天使 從殿鐘出來香 坐在雲上的大聲俠卒說 伸出你的廉刀來修割 因為修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裝甲已經熟透了 你會看到這裡一樣 它很強調就是廉刀 原因的理由很簡單 或者你會覺得奇怪 但是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這裡的廉刀不是一般的那種感覺 其實在啟述去到第十四節 為什麼我們要花心思 慢慢去研究 因為這個對於末後日子來說 這一把差不多等於死神的廉刀一樣 這裡所說的修割 不是初熟果子那麼簡單 裡面說到除了墨子 但是它有說到拜子 它說到那些預備受祝福的 但是同樣也說一些預備受永死的 它說到關於地上這些野葡萄 將會被神殲滅 都是針對這一把廉刀的 這一把廉刀 它告訴我們一件事 原來全球人活在這個地上的時候 他們的靈魂本身在神的面前 就栽種出各樣不同的東西出來 一些栽種出墨子 墨子就是由頭到尾 他們以神的話語做依歸 這一點我們會更加在講到關於廉刀的時候 再跟大家詳細分享 但是也講到關於拜子 也講到關於這些野葡萄 他們全部都在最後這個日子 他們的靈魂都要向神交象 而這個廉刀就講到在末後日子的時候 他所做、神所做和神所看的一個視點 而這個視點我就會嘗試跟大家去分析 讓大家去理解究竟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一定要有這樣的災難呢 因為事實上我相信很多人去 無論靈因也好或者基要也好 去解釋神所讓災難降臨 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個解法 一個就是極端的基要 總之這些災難全部都是來自神的 但是問題是靈因有極端 就是所有災難都來自撒旦的 但是問題是如果給我們解釋 原來我們要理解的就是關於廉刀這個概念 而實際上第16節一樣是講到這把廉刀的 坐在雲上就把廉刀涌在地上 地上的裝飾就被收割了 接著第17節又是講廉刀的 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鐘出來 他也拿著快簾刀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旦出來 就是有權病管火的香 拿著快簾刀的大聲善俗樹 伸出快簾刀來收取地上的葡萄樹的果子 因為葡萄熟透了 當你看到這裏的時候 或者你會誤以為這裏是說地上的信主的這些葡萄 不是這裏是說野葡萄的 這其實是說全能者的裂路的走詐 將地上的這些不信主的人 他們一生一樣都栽種出他們的果子 不過不是異果 而神審判他們 因為第19節和第20節繼續說 天使就把廉刀涌在地上 你想想如果我們在啟述有這麼多地方提廉刀的話 很明顯這個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個提示 這麼多節去提這件事 天使就把廉刀涌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憤怒的大走詐中 那走詐存在城外 就由血從走詐流出來 高到馬的雀環 遠有六百里 這就是說全能者裂路的走詐 這就是神去收割 其實不單止異人 就是初屬果子已經收割完了 這就是異人和惡人一起去收割 所以你要看到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在內心當中 理解我們的深田究竟我們在種什麼呢 我們在種的是我們自己的拜子 或者撒旦的野葡萄 還是我們在種神的蜜子 而神的蜜子究竟又如何種起的呢 到底裡面有什麼的原理呢 我們是要理解的呢 這個我就會嘗試在這個月裡 詳細跟大家一一去分析的 啟述第十四章 第十四節 我由觀看見有一片白雲 雲上坐著一位好象人子 頭上戴著金冠面 手裡拿著快蓮刀 神大愛不留 情意最深厚 遍到各族百載千種寸流 神大愛心人 時尚在機有 詩人聯盟 伸手還夠 我神給我剪刀 將疾痛依致 使你最久 上個我天守 晴天陰天 心灌我走 我神給我荒廢 夜冷暴風 等壓過手 我盡愛死 永測不透 永渐不透